CV還是一樣的 不會剪剋的 還想再買一台 啊啦啦 有 電池只要買兩顆 好像沒有什麼困難 哇 妳好 我是感恩動物醫院醫師潘醫師 買這個吸塵機是因為動物醫院 醫療照護上面會有一些 狗啦 貓啦 還有一些特殊寵物的毛髮 桌面上 清潔打掃很多都需要吸塵器 那本身有買其他品牌的 就覺得沒有力 那買大品牌它吸力好 可是它的重點是 它的吸塵器後面 很快就沒有電 沒有電送 你要再充電 那它要等很久 那這個品牌 我覺得很順暢是說 它整個拆裝方面 就直接這樣可以拆 如果你會擔心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買兩顆電池 那兩顆電池是交替 完全是沒有電的那種情況擔憂 接了一個很細的小刷頭 連小細縫啊 都可以這樣直接刷 在吸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把它潑進去 它就很快就吸力 直接到裡面 然後做渲滑式的旋轉 然後儲存在這邊 如果真的太多的時候 把這個下層蓋打開之後 倒掉再吸 吸力還是一樣有 不會解困 阿嬤 有 阿嬤 阿嬤睡覺 阿嬤睡覺 爸爸 爸爸愛你 我現在開了 它沒有感覺 不會被驚嚇到 很像貓本手 不會不會啊 濾網 只要清洗乾淨 它時間到你把它換掉 其實也沒有什麼味道 說實在我使用一年下來 它是沒有什麼臭味 而且 大品牌它的 出風口是往這邊 你在吸的時候 會往這邊噴 那我們阿嬤 它的吸塵器 它是往上面吹 所以根本就不會有 聞到什麼異味 臭味的問題 在我使用上心得 是覺得還蠻順暢 而且它的吸液是讓我很驚訝的 覺得說 用了之後 你會覺得 其實它的吸塵器 幾乎可以不用再使用 那用到現在一年多 有什麼零件是壞掉的 沒有 沒有壞零件 我是怕東西太好 損壞 這耗材啦 耗材就是 耗材是要換的 就是那個濾網 那個濾網 我覺得 好像 電池只要買兩顆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困難 哇 具有療癒的效果 有些物質 我家也是啊 我吸到整個都是 滿的 都是毛的 然後在那邊拉毛 吸 然後 整個都是一撮 一撮這樣整撮下來的 其實我還有一個客人 女生的主人說 欸這個會不會很重 我說 她哪說 她居然可以這樣舉起來 她說 不會很重欸 她家的吸塵器就很重了 而且她另外一個 有伸縮管的 都很方便 上個禮拜 我同學來找我 就問我說 她就好缺吸塵器 她有沒有什麼好吸塵器 其實我跟她講說 我吸塵器也買四五台以上 可是 唯獨這一台 我會強力推薦是因為 它吸力不減 無刷馬達 還有它拆妝清洗方便 然後整體它的配件是全配 然後你不用花了 幾萬塊去買一台大品牌 然後 像這一台我覺得 幾千塊就可以解決你 所有的問題 你幾乎想得到 清潔打掃 一直走勾 爸爸 爸爸一廣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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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你會不會